新闻看世界来关心 美国的喉豆疫情持续升温 全美截至28号 已经累积达到4907例确诊 疫情最严重的旧金山 28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旧金山市长也传达 对喉豆疫苗的迫切需求 同样是疫情重灾区的纽约州 喉豆疫苗也是供不应求 美国机管中心则预计 从8月1号起 要把喉豆列为全国法定传染病 加强对疫情的监控 美国喉豆疫情拉警报 疫情严重的旧金山28号宣布 8月1号进入紧急状态 旧金山的喉豆确诊数261例 加州则已有近800例 记者会上市长痛批 旧金山是喉豆疫情的重灾区 联邦政府分配的疫苗数量 却杯水车薪 旧金山本周因疫苗短缺 喉豆疫苗接种站被迫关闭 市长强调必须让想接种疫苗的人都有疫苗打 才能抑制疫情扩散 也是重灾区的纽约州 喉豆疫苗同样供不应求 纽约州的确诊病例已突破千人大关 当地使用疫苗得来速 让民众在车上就能接种疫苗 美国的喉豆病例快速飙升 28日为止 全美已累积4907例 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27号表示 打算将喉豆列为全国法定传染病 预计8月1号生效 无连则编译